大家好,我是刘医生 鸡肉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肉类 鸡肉营养丰富,味道也极其鲜美 深受许多朋友的喜爱 鸡肉中还有丰富的蛋白质 常吃鸡肉可以给人体提供许多营养物质 但是你知道吗 鸡的身上有三个部位 最好不要乱吃 不然可能会对身体带来损害 第一个部位是鸡头 我们常听一句话 叫吃鸡头做大官 但其实鸡头还是不要乱吃 鸡头中还有大量的细菌 和寄生虫 如果处理不到位 使用后会咱们身体带来影响 第二个部位是鸡脖子 鸡脖子上还有大量的线体 也就是鸡皮下一粒一粒这种白色的颗粒 这个部位极易堆积毒素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吃 一定要把脖子外面的这层皮 和这个线体淋巴去掉再使用 最后就是鸡尖 鸡尖又被称为鸡屁股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喜欢吃鸡屁股 鸡屁股是肥腻 吃起来是相对比较香 但是要注意 鸡尖中的围脂腺和腔上囊 是鸡身上最重要的淋巴组织 如果不去除干净 毒素和垃圾会进入咱们人体内 准害身体健康 所以建议大家 最好还是不要在家自己烹饪 因为有时候你去除不干净 务实 在我们体内对身体造成影响 以上就是这三个鸡身上 尽量不要乱吃的部位 如果你觉得内容有用 不要忘记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让他们也注意起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健康方面的疑问 都可以点赞留言告诉我 我是刘医生 我们下期再见